来 会唱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新春节它的整个来源就是说 让新春的村民 他对他的社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个新春节它是从早到晚大大小小超过30个活动 1 2 3 GO MATSAMBU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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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摄影用图片来做一个展览之外 其实我们在这里展的话都会比较偏向一种 就是装置艺术跟摄影结合的一种概念 把全世界的我走过的一些地方 带回来跟我的村里的朋友分享 还要透过我的影像 他们可以看到我走过的世界 我拍过的照片 这个DIY的一个动作基本上是一种亲子的活动 让小孩子大家可以来自己DIY 做一次自己很想要的那个狮子 然后带着一起跟YB一起去总结 我觉得大家很热闹的一种画面 他们想自己怎么玩都好 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开心 大家要玩得很开心 从80年代开始我们这里成立一个行事团 MATSAMBUGO行事团 然后就会在每一年的大年初一早上 从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 第三条路这样子 家家户户户去拜年这样子 这个画面就变成我们每一年过年 就是一个很习惯看到的画面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以前师父辈留下来的东西 应该是师父辈 应该有二十年这样子 二十年三十年了 两次是全国大赛冠军师头 八年冠在全国大赛 然后我们现在是跟着师父交下来 我们传承我们的文化 你们赞四个等一拍给我 四个等一拍 四个等一拍 好 好 好 sécurité 你看ader 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的研讨会是放地方创生 每一个新村跟其他的社区也一样 他会面对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地方动起来 让这个社区更爱他的家里 我本身是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 我了解整个五条岗比老人家还了解 因为我们访问了很多了 了解过后我们看到五条岗面临什么东西 缺什么东西 需要什么东西 配合我们的专业 我可以为我的家乡做什么东西 主要是我们那边真的很多人做饼干的 可是他们不会包装 怎样卖的话价钱永远在那边 我们就会跟他合作 帮他推广做包装 然后卖的时候不一样 通过我们这样社区营造 地方创生 新村活化 让他开始有这个活力 怎么样结合地方的产业 然后让这个产业能够就是加值 或者是和其他的产业的一种串联 年轻人要回家做事 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 政府非常非常重要 政府那个资源没有做好这个品牌 民间要做其实那个力量 你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力量 其实社区营造对我来讲 其实不是造景而是造人 其实人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过去就做了活动 然后其实更多是如何把人心 在吉隆坡念了大学 就在吉隆坡工作了 大概整九到十年吧 所以最后就是决定说 回来最靠近其他地方就是家 一直在这里看哦 看了我妈就觉得说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因为之前这边是一个厨房买的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 他说不要发梦了 然后可是我觉得好像可行哦 我就叫那个做餐饮的朋友来看哦 可能他跟我一起都很喜欢发梦嘛 我会讲OK啊可以啊 这里就是我们花了大概三个月时间 多数东西都是自己盯自己弄出来的 嗯然后就把这个空间 转换成一个小小的咖啡馆这样 哈哈哈哈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新村 不至于它是一个老化到很严重的一个新村啊 还是会有一些年轻人在这边的 所以回来创业 当然你要具备一些说 你要清楚明白自己是要做些什么的 家乡他永远都在那边 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你要准备你自己 不只是准备一些技能上的 还要准备一些心理上的 呃我跟我朋友说 我回来可以陪我爸爸吗 他们他他跟我说一句 是他们陪你还是你陪他们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我希望这个新村节这样可以 每一年都搬下去 一年搬得比一年好 其实我蛮期待的 因为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做法 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节目 我很喜欢 因为你今天活动多嘛 我还有生气点 哈哈哈哈 把Majangbubu的村民一起团结起来 庆祝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把它 呃 推广传承这些 一家大小能够一起出来参与活动 嗯 那个是非常有温度的 嗯 那个是非常有温度的 那种很有温度的 是非常有温度的 一家大小能够一起参与活动 因为阿伯 以南南流浪 好想变变 才有温度的 他走蜜蜜阿 甲輪晖於那 又搭米蓋 他們會挑明 只要互互聽不懂 後來拚會無知 互相隨便搭米蓋 他曾聳臥 塞外出生甘米蓋 你落得才 塞過做一叫做當一改 二三五十五千塊故事 五十五千塊老阿伯 一時幾乎塞過的老阿伯